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哪些科学家在电跟磁上面有所贡献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法国的科学家安培 他在得知了二次特的发现后 他再次操作了二次特的实验 他设计了一个减流剂 透过指针的偏转 检测电流的方向 并且测量了电流的大小 他提出了安培右手定则 描述电流与磁场的关系 进而建立起电流之间相互作用的安培定律 我们看到说二次特他利用指南针 摆放在长指导线的周遭环绕成一圈 发现指针会顺着相同的方向偏转 安培就将这样的现象归纳出来 他提出了磁场的方向 可以是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 建立了安培右手定则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右手 大拇指当作电流 手指头就是磁场的偏转方向 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出磁场到底是怎么样做旋转的 那我们想要加强磁场的强度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 我们把指导线环成一圈 那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圈内的磁场 它的方向是一致 就好像一个单片的磁铁一样 那我如果说将这个线圈的圈处增加了 磁场的强度也可以堆叠起来 就像很多个磁铁重叠 形成了一个像螺线管的外观 此时呢 螺线管中间内部的磁场最强 在它两端会形成不同的磁极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电流石效应呢 我们可以应用在哪里 像我们看到画面中的这个电铃 电铃的话呢 当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呢 会产生铃声 手拿开的话呢 这个铃声又消失了 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看到画面中有这个螺线的线圈 这个线圈就是当我通电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磁场 会吸引这个小撞锤 去敲击这个铃铛 那通电的时候会敲击 断电的时候就不敲击了 会产生这样子连续的铃声来 那除了电铃之外呢 电流石效应也可以应用在喇叭的上面 我们发现说 当我通有电流的这个线圈 会跟这个磁场产生一个交互作用 而使得喇叭产生一个震动 那当喇叭产生震动的时候呢 就可以产生出声音来了 那所以这就是一般我们讲 喇叭原来也是跟电流石效应 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纸杯 制作出一个小喇叭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操作吧 我们学到了安培呢 它提出了安培定律来解释电流石效应 所以可以利用电流石效应来制造出喇叭来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零件来组合 也可以制造出像喇叭一样的效果 首先呢 我们准备了有这个一般的纸杯 还有这个是耳机线 以及很细的细胞线 还有强力磁铁 所以准备这些材料 就可以开始来制作了 那这边呢 我有一个做好的成品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会把这个细胞线缠绕在20圈 大概是一个直径2公分的线圈 那我把它粘在纸杯上 再来呢 我把这个强力磁铁 吸附在纸杯的 一个是上缘 一个是内部的部分 两个把它吸附起来 就可以固定在纸杯上面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耳机线 把它剪开来 那我把绝缘皮去掉之后呢 我发现 这个里面的线呢 其实有三条 一条是棕色的 一条是蓝色 一条是红色 那我今天呢 连结了棕色跟蓝色的这两个 我把上面的绝缘漆呢 稍微的刮除了一下之后 把它缠绕在一起 那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 再加上这边有一个音源孔 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纸杯喇叭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把它接上 我们的手机播放器 来看看它的效果如何啦 那我们现在把 做好的喇叭呢 跟手机的音源孔接上 之后呢 就像画面 我看到了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选择了音乐 那我现在开始按播放 我们来看看 播放的时候呢 这个喇叭的效果如何 那现在我已经把播放器按下去了 那我们现在将麦克风呢 慢慢的靠近喇叭的前缘 那不知道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否清晰呢 所以看起来这个声音还蛮清楚的哦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将线圈还有磁铁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喇叭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把麦克风慢慢的远离 远离的话 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喇叭它的设计的话就是在纸杯的附近呢 它的声音会比较大声 随着远离声音会逐渐的变小 那安培呢 他从电流石像音出发 将电磁学的研究数学化 成为了电动力学的基础 所以后代的马克思威呢 称安培的工作 是科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后世的人呢 更称安培为电学中的牛顿 那我们来看看安培这个人 安培呢 他是出称于启蒙时代最辉煌的时代啦 他早期接受教育呢 就是以卢梭的思想为基础 卢梭认为 应该直接从自然中获得教育 所以在这样环境下 让安培接触了许多丰富的知识 安培在呢 担任教职的期间 进行了有关气体分子组成的研究 在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石像音后呢 安培开始着手建立 描述电磁关系的物理理论与数学方程式 后人呢 为了纪念安培在电磁学上的贡献呢 将安培作为电流的国际单位 而且呢 并且和其他71位 法国科学家的名字 一同被刻在艾菲尔铁塔上 那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电流石效应 制作出一颗旋转的圣弹树 那我们来看看 可以怎么操作吧 各位同学好 今天呢 我们来做一个旋转圣弹树的实验 那其实旋转圣弹树呢 它就是一个单极马达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这边有起爆线 还有一个二号电池 还有两个强力磁铁 那我们有这些材料之后呢 就开始来制作我们的旋转圣弹树了 首先呢 我减了一段大概30公分长度的起爆线 那之后呢 我要把它开始进行凹出我想要的形状 今天我想要凹出一个圣弹树 这边我有先准备好的形状了 我已经把它凹成这样子了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在凹的时候呢 这边前端我要凹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刚好可以跟这个电池做搭配 因为电池我们看到这边它有一个凹槽 它的复节的地方有个凹槽 那正极的地方呢 我用强力磁铁把它吸上去 那因为这种强力磁铁呢 它是可以导电的 所以等一下我把电路接通的时候呢 它就是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这里在这个凹槽刚好放上我们的这个 起胞线所缠掉出来的一个支架 把它放上去 然后下面再跟磁铁做连接就可以了 那所以当我凹好之后呢 我要使用这个刀片 我要把这个连接点呢 把上面的绝缘漆把它刮除掉 所以要把它刮除干净 等一下在通电的时候呢 才会是一个通路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起胞线上面的绝缘器把它刮除 刮除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 放在我们这个电池上面 让它要做旋转了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线圈呢 它在我通电的时候呢 它开始做旋转 为什么会旋转呢 因为我刚刚把这个线圈的接触点 下面还有顶端的绝缘器都刮除了 那刚好放在电池上面的时候 形成一个回路 那这样一个回路的话呢 通电它就会产生磁场 那这样磁场跟我们下面这个 强力磁体的磁场产生交互作用 两者就会产生让线圈旋转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单极马达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操作的旋转圣弹术 英国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呢 早年呢跟随化学家戴维 从事化学研究 但是呢在俄斯特发现了电流池效应后 法拉第也开始朝向电池领域研究了 他认为呢 自然界中的各种力可以相互转化 电流也应该可以像磁体一样 能在周围感应出电流才对 所以呢在一系列的电池实验中 他发现两个相邻的线圈 当其中一个接通或者是断开的时候 才会在另外一个线圈产生电流 所以他提出了法拉第电池感应定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拉第的实验装置啦 这边呢我们看到 有一个电池 电池接上一个线圈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这个感应的金属环 另外一边再接上另外一个线圈 所以当法拉第按下这个电源开关的时候呢 会发现减流器上面的指针 开始产生偏转 而且这个偏转的现象只有发生在开启 以及切掉的时候 平常我们当开关上保持电流流动的时候呢 减流器是并不会有电流产生的 那同样的道理啦 我们这边也发现了 当我这个磁铁 在这个线圈的周围快速来回移动的时候 也才会造成减流器上面的指针偏动 所以呢法拉第呢他就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磁场变化 才会造就了我有电流的产生 那法拉第这个人呢 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呢 我们说法拉第呢出生于英国 他出生的时候呢家中经济状况并不好 所以他只好靠着自学呢来求取知识 他在幼年时期呢 在一位书本装订商的底下担任学徒 刚好有机会可以获得大量阅读的机会 逐渐建立起对科学的兴趣 当中呢又以电学最有兴趣 在20岁时 他旁听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戴维的演讲 法拉第呢将这些演讲内容细心的操录下来 并且旁征博影 将300多亿的笔记拿给戴维过目 那获得了戴维的肯定 所以后来呢 法拉第也得到了戴维的推荐 成为了皇家研究院的化学助理 而且不断的接触心思下 刺激了法拉第许多的想法 也让他的成就不可一世 最终呢被选为皇家研究院的终身职 他只需要任职而不需要讲课 所以法拉第在电学上的成就最为显著 设计出了单级的电动机 也就是现代电磁科技的基石 也在一连串的实验当中呢 发现了电磁感应 建立起磁场的感变 产生电场的观念 发明了早期的发电机 也成为了现代发电机的始祖啦 那我们这边呢 也可以利用法拉第的这个电磁感应呢 来设计出一个利用手摇 就可以来发电的一个手电筒 那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操作吧 好 各位同学 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装置呢 是一个手摇发电机 那这手摇发电机呢 它的整个构造 我们看一下 中间我们用红色的气胞线 这边我缠绕了500圈的线圈 那它的作用就相当于螺线管一样 再来 在这个管子的里面呢 我有放了几个磁铁 这个强力磁铁 强力磁铁呢 待会我在摇动的时候 它会在管子里面 左右的摇晃 那过程中就会通过我们这个线圈 那为了要证明说 它在通过的时候 有产生电流出来 所以我在上方呢 装饰了一个蓝色的LED灯 那所以当我在摇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观察 这个LED灯是否会产生发光的现象 好 不知道各位同学 在我刚才摇动这个管子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LED是否有发亮呢 LED有亮代表说 刚才在磁铁通过线圈时 有产生感应电流 所以这个手摇发电机 就是可以用来验证 电池感应是否存在的一个装置 俄国的物理学家冷次呢 他帮法拉利的这个理论进行更加完整 他确立了感应电动式呢 和感应电流的方向 所以解决了法拉利当初只发现的这个感应电流的现象 并未能解决为什么电流的方向有特定的流动方式 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实验 我们来看看说 有一个磁煞 这个磁煞在有磁场的情况下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各位同学好 之前我们讨论过了法拉利的电池感应 以及冷次呢 帮法拉利让它的理论更加的完整 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呢 是跟磁质有关系的现象 我们想要来透过这个装置呢 来了解一下 这个跟法拉利的电池感应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装置其实它就像单摆一样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摆锤拉起来 然后放手的话 可以看到它会在原地做来回的摆动 那当然不是只有来回摆动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来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吧 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 我有吸附了一些这个强力磁铁 这个强力磁铁可以提供一个固定的磁场 那这个固定磁场存在这里面 所以当我这样子把单摆拉起来的时候呢 它刷过去 看起来好像不受影响一样 因为这个单摆的构造是木头 所以木头刷过去磁场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单摆还是可以自由的摆动 那可是呢 现在我要来做点手脚啦 我把这个 这个是从引尿管上面拆 解下来的铝片 我把铝片呢 黏在这个单摆上 我们来看看 在我黏上之后呢 摆动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用胶带 把铝片粘在单摆的摆锤上面 所以这边是正面 正面我们粘贴在这四个角上 还有背面 我们在背面呢 也在粘贴上一张铝片 好 现在我把铝片都粘好了 那粘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当我把这个蛋白拉起来的话 让它刷下去 我们再看一次 我把它拉起来 然后刷下去 好像它很快就停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我这边还有准备另外一条木材 我把它挂在这个蛋白的后方 让同学可以看得更清楚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木材放在后面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自由的蛋白一样 可以在后方做摆动 那么我现在呢 我把这个两个蛋白一起拉到一样的高度 然后我同时放手 请同学们呢 留意一下它们摆动的情况 好 是不是前面呢 有扎桩铝片的蛋白 很快的就停下来了 可是后方这个没有铝片的蛋白呢 它还是继续的在摆动 我们再看一次 我把这两个蛋白 拉到一样的高度 然后呢 我再松手 所以前面撞有铝片的这个蛋白 很快的就停下来了 可是后方这个蛋白呢 还是继续的在摆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侧面的构造 这里有 我刚刚讲过我们用这个 磁铁 提供一个 固定的磁场 那当我这个铝片刷过去的时候 刷过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铝片 当我要进入到这个磁场的时候 会因为电池感应的关系 它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磁场 不让它进来 那同时呢 在铝片上也会有 涡电流的产生 所以刷过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反向磁场 阻止这个铝片进入 那可是当我要离开刷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蛋白要离开磁场的时候呢 也会电池感应产生出另外一个反向磁场 要把我留住 所以在这样子一推一拉的过程 就让我这个蛋白很快的就停下来了 所以就是我们讲说 当我这个蛋白进入一个固定磁场的时候呢 因为前方这个铝片的关系 它会产生电池感应 上面也会有磁电流的产生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蛋白很快的就因为磁场的阻止它 而使得它停止下来 所以这个装置就是我们来探讨 有一个磁质现象的一个装置 这样子同学们了解了吗 在法拉第发现了电池感应现象后 马克思威呢 统一了电学与磁学的理论工作 他将前人所提出的像 库仑定律啊 安培定律 法拉第定律 和磁力线的封闭性质 他以简洁优美严谨的数学式子 合组成一组方程式 建构了电池学的核心理论 通称为马克思威方程式 从马克思威的电池场方程式 我们可以得知 随时间变动的磁场会产生电流 电流也会产生磁场 那两者呢 交互影响会产生出电磁波 所以马克思威呢 推算出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不需要依靠介质 而且它的速率呢 恰巧和真空中的光速相等 所以他提出了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那赫兹呢 以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而且呢 也测定了电磁波的速度 等于光速 后来爱因斯坦圣战呢 法拉第 马克思威 和赫兹的工作呢 是自牛顿力学以来 物理界上最伟大的变革 所以我们说 从电的发现 磁的发现 到电与磁的交互作用 这些是许多科学家 累积下来的成果 所以有了这些科学家的贡献 让我们的生活 得以变得更加的便利 也许有一天 你也可以成为他们其中一员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今天讲到 电磁磁的相遇的课程 到这边 谢谢各位